螺丝生锈了 划牙拆不下来该怎么办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经常碰到 当螺丝之前潮了生锈了 这边就容易划牙拆不下来 今天我们来试一个新方法 比如这个是电水壶的底座 像电水壶底座经常这边有水 所以说比较潮湿 你们看像这个螺丝就生锈了 而且这边那个祸口都没有了 我们用这个螺丝道去顶的时候 根本就顶不动 出于一种打滑的现象 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到吧 因为没有螺纹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卡不上去 像当螺丝签在里面 所以说不太好塞 现在我们用这个断头螺丝取出器来试试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说明 还在为螺丝滑丝 崩脚锻炼而烦恼吗 来了解一下这款断丝取出器 像这种崩脚的螺丝 可以先用尖头钻孔开凿新螺纹 开凿时注意要逆时针反转 然后换过来用断头取断丝 取出断丝的时候注意 也是用逆时针反转取出螺丝 像这种断裂的螺丝 也可以先用尖头钻孔 然后用取丝气再打出的孔领 逆时针反转就能取出螺丝 好了看这个说明不管这个螺丝生锈滑牙了 还是断丝都可以取出来 比如我们就拿这个试试看 然后我们找一个差不多大的 看说明首先用是这一头的 然后这个手电钻 要反方向 就卸螺丝在这边 先给它磨一个孔 你们看 这螺丝好像直接就拧出来了 看到吧 好轻松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边 也是 摆放一下 卸螺丝 也可以啊 有反应 看到吧 这样这个螺丝就已经拆下来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门酒链上的螺丝 这上次我拆了也拆不下来 打滑了 时间长了 直接有这个钻头插进去 看到吧 好像也动了 所以说这种螺丝取出器还挺不错的 所以有的地方螺丝很难拆 生锈了拧不下来 我们可以用这个试试看 然后再来试一下